第二百六十四集 隔行如隔山 你是修士 但并不能明白这样的十一有多么的珍贵 张五爷将十一展开 每一个巡员人都希望拥有这样一件十一 要知道 整日在地下挖园 总会遇上一些不好的事情 而这样的神员一却可以辟邪 躲避过不干净的东西 叶凡点头 他一下子想到了很多 他在遥光圣地的园区待过一段时间 接连发生诡异世界 自然知道其中的凶险 神员的石皮有奇特的灵性 可以避开不干净的东西 按照张五爷所述 这样的石皮与神员共存 沾染了他的灵性 已然有神可趋吉避凶 大木箱中还有一个石头盔 将面部都可以遮挡住 你一定要穿上这件十一 还要戴好石头盔 折去浑身所有气息 也许它不够坚固 但是却可以将你与外界隔绝 或许可以避过紫山中不祥的生物 张五爷郑重叮嘱 叶凡心中直打鼓 太古前的强横生物 不是封在神员中吗 紫山中的事情谁都难说清 还是多做打算吧 其实 我还是那句话 真的不希望你去冒险 叶凡心中确实有些犯嘀咕 我并不想进入紫山深处 只要寻到就立刻退回 我可不想惊动某个活着的生物 还有这个石锥 你也带着吧 张五爷自大木箱中取出一个石坠子 这是我张家仙人炼制的 若是真被妖邪钉上 说不定会发挥一些奇妙的作用 枪的一声 张五爷又拔出了一把石刀 木制刀桥早已腐朽 拔出刀的刹那就碎了 此刀不过两尺长 上面可有一些日月星辰 此外还有一些奇异的纹路 在大地下 你或许会看到一些诡异的东西 广拐陆离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硬汉哪 张五爷神情凝重 无论是鬼还是什么 如果不主动攻击你 都将它当成幻象 可以此刀开路 叶凡被他说的有些发毛 此前张五爷劝说他没当回事 可一眼下他有点拿不准了 最终张五爷又拿出一个星盘 这个星盘传承到我这一带 蕴含了大量的星宿神力 你将它收好 关键时候会派上用场的 若是坠入鬼矿中 他会帮你找到出路的 叶凡真的有些无言了 他有些想打退堂鼓 嘀咕道 我说老爷子 您这是支援我呢 还是吓唬我呢 怎么越说越发毛啊 十一 十坠 十刀 十星盘 都是以神源的老皮雕刻而成 看不出特异之处 但却运有灵性 老爷子 您家那位出祖 最终去了哪啊 是在此村安享晚年的吗 张家的出祖 是一位袁天师 这样的人物堪称其人 自古至今 北域也不过 只出现寥寥数人而已 对于那位袁天师的去向 叶凡以前就曾问过张五爷 老人说的模糊 只是说 袁天师对袁之密了解太多 晚年必会发生不祥之事 老人摇了摇头 他的生死 是个谜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那无尽岁月前 北域先后出现过五位元天师 在晚年时都遭遇了非常诡异的事情 我们张家的出祖也不例外 什么诡异事件 他在晚年时 他在晚年时看到了很多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别人却见不懂 他说那就是袁天师的最终命运 不干净的东西 是的 最后呢 他消失了 不知去了哪 在他离开的那个夜晚 外面刮起了红毛旋风 有莫名可怕生物 长毫不止 整整 嘶吼了一夜 我说老爷子 我可不是吓大的 你想劝阻我就直说 何必这样 我不是吓你 所说的都是真的 张家的出祖 确实就这样消失了 姚池的圣女得知 曾踏遍北域寻她 但都没有结果 最终亲手给她立了一座 衣冠种 那可是让各大圣地 都脸绿的一代其人呢 晚年竟死得不明不白 让叶凡心许复杂 难道就没有一点线索 在那个夜晚 我张家有个四岁的幼儿 曾陪在出祖身边 被吓成了痴呆 过了半年才被医治好 据他说 那个孩子说了什么 建老人指出话语 叶凡追问 他说 在那个夜里 看到祖爷的一只手 长满了红毛 还看到窗外 有人形生物走动 他只回了一下头 出祖 就永远地消失了 我说老爷子 咱不能这样吓人 你明明知道我要进紫山了 这些都是祖上人口口相传下来的 我也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 张五爷摇了摇头 叶凡心中凌然 觉得这片血色的大地充满了太多的神秘 有许多事情恐怕都超出了想象 袁天师的实力到底如何 你是说战力吗 是的 我的出祖年轻时 和摇池的圣女 战成了平手 张五爷平淡说来 叶凡听完倒吸冷气 这样的人物那真是奇人 身为袁天师 还有这样的实力 难怪最后摇池圣女 会成为她的红颜知己 成为袁天师后 可定龙脉 锁神远 想不强大 都不行啊 张五爷向往 最终呢 叶凡还是上路了 叶小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 王叔为他送行 不知道他要去紫山 只是以为他要远行 放心好了 过几天就回来 到时候带你们去赌食 将那些圣地赌到脸绿 赌个圣女回来 风消消息 溢水寒 壮士一一去西 不复还 耳愣子 憨厚的挥手 我 我教你的那些东西 你怎么就记住这句了 叶凡很无语 我 我怕你回不来 耳愣子挠了挠头 叶凡感觉跟他没法置气 笑着 冲后面挥了挥手 快速远去 眨眼界 消失不见 按照张五爷所说 想进入紫山 只能从九条龙脉深入 在地下前行 而后 在地底抛开紫山 进入内部 不然 直接在紫山外动手 将陷自己于绝底